這個地方 裡面就會判斷,不過呢 各位會發現 奇怪,老師那裡面應該是空的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裡面他還是判斷說有 資料 那有的時候呢,各位可以 這個 因為這個裡面看起來是空的 可是實際上是不是空的 不一定 為什麼?因為有的時候有一些 可能是 有一些可能是這個格式或者是裡面有些空白 像有的人很習慣怎麼樣 即便裡面沒東西就給他打一個什麼空白 那一個空白,他還是會判斷有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要清除的話 一般就是怎麼樣,你可以把所有排序一下,把空白的先集中起來 然後利用什麼清除裡面的,全部清除 全部清除裡面有沒有發現 你把裡面的東西真的全部清除的話 那個段呢,就自動不見了 那各位可以怎麼樣呢,先把這一列 比如說你把游標放在這一欄上面 然後的話 再把它做一個排序 比如資料裡面呢,可以做一個排序好了 那排序之後的話呢,再把這個空白的 這個資料 因為有些時候 你很難保證說有的人的習慣 輸入習慣是不是正確 所以 可以再怎麼樣呢,把這些資料選取之後的話 再做常用裡面的 這個 有沒有 清除全部 清除裡面包含有三個啦 一般都是格式內容註解 那裡面如果有東西的話,很抱歉 他就 不會把它當成是真的,裡面沒有東西 那你的公式即便是 給了 還是會產生錯誤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把它清除一下 那最後的話,我看再把它按照什麼 按照 姓名來排序一下好了 比如這地方的話 我們再重新把這個資料 重新A到Z一下 用那個姓名排序好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 完成一次 那 我們如果完成之後的話呢 看一下 公式在這裡 把它Copy一下好了 把它剪下來 然後把按照 再重新按照那個 姓名排序一下好了 然後Ctrl向上 這個把它貼上 好 那 做完到這個地方,我想應該沒問題吧 可是後面 比如說像弄浩樓 其實 後面的 這個公式基本上跟什麼 跟斷基本上一樣 所以 聰明的 就知道怎麼樣呢 很簡單 直接把AND 到後面這裡 怎麼樣呢 把它Ctrl C C之後怎麼樣呢 再貼 1234 貼到後面去 1234 那公式太長 這邊就要旁邊這邊有個箭頭 請你把它點下去 他就可以變 多 行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 這個像 全部改像 弄浩樓 改完之後按打勾 地址就完成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基本上可以確保你的資料 它可以全部幫你串接在一起 那這個是方法一 是用函數的方式來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名稱先定義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謝謝